親自為建守員披上紅肩帶 台北市長柯文哲期待 這群受過訓練的在地居民 能定期訪市獨居 或有照顧需求的長輩 打造十分鐘生活互助圈 落實社區照顧精神 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間的力量無窮 所以好的政府是應該 應當是他如何透過一個系統 一個制度去建構這種社區的力量 他再透過這個社區力量 去進行各種的社會福利的工作 除了透過在地人照顧在地人之外 遍布社區巷弄的超商 也能提供長照服務 透過廣告看板了解相關資訊 民眾也能直接詢問店員 企業的社會責任 所以對他們公司也願意 因為增加他們企業的社會形象 那有可能跟他們說 能不能安排個加薪或是 這個就要他們自己老闆決定了 因應人口快速老化 台北市政府推出石頭湯計畫 整合社區照顧服務 今年9月更首次以理為範圍 調查民眾長照需求 事辦建守員和照顧超商等加值服務 種種措施就是希望能讓長輩在地安養 在地老化 凱破大代表數位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